這是爸爸跟我做的 然後這是我的手機 這個是爸爸畫的 然後這個是我爸爸幫我畫的 然後這個上面的是我畫的 這個可能是大米 這個可能是小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菊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開箱 iPhone X 又到了一年一度 蘋果推出新手機的時候了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為大家解答的一點就是 到底值不值得upgrade iPhone 13 Pro 好 我這次選的是13 Pro Max 我這次選的是金色 我現在用的這台是12 Pro Max 然後我之前選的顏色是深藍色 那我這次想說換一下 選一個金色來試試看 但他們說他們的金都變了 你喜歡一個藍色 藍也不是藍 藍也不是藍 你說的金不是金 你說的藍不是藍 我選的是呢 iPhone 13 Pro 我想說新的顏色就用吧 反正我每次手機殼的顏色都遮住有差 觀眾來投票你們覺得我們兩個 誰選的顏色比較好看 之前是iPhone 11好的 他們家的那個綠色 然後我之前很好笑 我就買了這隻以後呢 第一天我就把它摔壞了 這次呢馬上直接加購了一個手機殼 Just in case它又掉下去 之前呢iPhone的包裝是這樣子厚厚的一個 那自從上一代開始呢 iPhone的包裝就變成了這樣子薄薄的 我的天啊 這個鏡頭 這鏡頭也太大K了吧 大家看一下 這是11的 13的鏡頭跟12的鏡頭的區別 還有11 這鏡頭比例不對勁 你看 不管它比例對不對 它好用就好了嘛對不對 鏡頭座跟手機一樣大我都沒意見 OK 那你們覺得這金色好不好看 我覺得這金色很漂亮 它比你選擇我的粉紅色好看 你的粉紅色好看 那在螢幕方面呢 他們這次使用了ProMotion Display 那意思就是說 它的刷新速度最高到120Hz 在肉眼上面 只要到達120以上 其實就是分辨不出來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做一個測試 看看12跟13到底看不看得出區別 除此之外呢 你看它的鏡頭尺寸就知道 它這次鏡頭也是有升級 待會呢也會通過拍照跟錄影的方式 來給大家看一下 12跟13到底有沒有區別 需不需要花這個錢 從12升到13 自從上一代開始呢 蘋果就沒有再附送充電器了 只有給一根充電用的線 說明書跟貼紙 還有這張讓你把SIM卡取出來的道具 裡面真的沒什麼東西好看 等手機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測試給大家看 那經過我們昨天一整天的拍照測試呢 再加上我今天手工製作出來的道具 首先 Pro Motion Display Pro Motion的意思就是 可以到達120Hz的刷新速度 相比之前只有60的iPhone 12 Pro Max呢 120應該會有非常大的區別 好 眼睛可以張開了 這是43 這是42 那你刷刷看 你看看有什麼區別 就感覺速度更快啊 哪一個速度更快 在哪一方面 就是它感覺那個 你看它這樣刷上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有一點晃動 照片都會很晃動有沒有 那這樣刷上來的時候 照片呢是非常的 Smooth 太貴了嗎 沒錯 所以Pro Motion呢 其實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區別 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 從12 Pro換到13 Pro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要那個刷起來 非常流暢的感覺 我們昨天用iPhone 12跟iPhone 13 然後拿我們可愛的小女兒當作 Model Model 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在同樣的燈光 同樣的環境下面 我們來看看 這是你吧 這不是你小女兒吧 這是你自己吧 我們來看看用肉眼是否能分辨出來 哪一張是哪一台相機拍的 好嗎 這兩張照片 你覺得哪一張是13拍的 這兩張都不是用Portrait Mode拍的 這是普通的照片 OK 你可以放大仔細看一下 這個有點難度耶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這張吧 這張13吧 你覺得這張是13 這邊有兩張Portrait Mode的照片 同樣一個是用12 一個是用13拍的 這個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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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背景模糊的處理上面呢 我們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 兩台相機 都一樣爛 Portrait Mode 爛爆了 廣角也是我們最常用的一個相機的功能嘛 那這張呢 跟這張 你覺得有什麼區別 你看 我覺得這張應該是13 對不對 我又猜錯了 其實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哪一張是 真的 因為這兩張照片實在是太像了 我覺得在廣角鏡頭上面呢 沒有太大的區別 我覺得兩個鏡頭相似度是非常的高 還有一個相機上面的功能 是13 Pro有 但是12 Pro沒有的 就是它的 Macro鏡頭 把你的相機放得很近的時候 還是有辦法可以對焦 那再拿另外一支手機再拍一次 會發現 差很多耶 完全無法對焦的狀態 以上呢 我們就是對於這兩台手機 在相機功能上面做出來的比對 大家可以自己判斷 到底有沒有必要從12 Pro換到13 Pro 最後最後我們要給大家看的呢 就是13 Pro的主打功能 Cinematic Mode 我們昨天呢 也用Cinematic Mode 拍了一段小小的影片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這邊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當鏡頭從一個主題 換到另外一個主題身上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對焦跟濕焦的動作 但是它並不是每一次都會work 我覺得最酷的地方呢 就是當你在拍一個景 然後人突然之間走進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鏡頭會很快地對焦在人的臉上面 那當人在走出去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對焦呢 又回到了景色上面 同樣的 如果是兩個人的話 有一個人在看鏡頭 那對焦就會在他的身上 那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它背後電腦在做出來的運算 數位的 都是數位做出來的Rack Focusing 我覺得只是一個噱頭 不是非常好用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用 看起來很厲害耶 我很有感覺耶 不是這樣有時候我vlog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機拍還會有景色的效果 而且你可以close up 以一個真的會用這台手機的這個功能 來拍vlog的人來講 我絕對不會使用它來拍vlog 因為我沒有辦法完全地信任它 一鏡就可以拍出我想要的感覺 就像我們剛才給大家看的影片 常常有些時候它vlog 但是有些時候會失靈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畫面 這一點呢 我覺得可能還在需要好幾年 慢慢演變 才有辦法更加的完善 在蘋果發布會上面 他們拍的那支影片呢 我相信是拍了非常非常多次 然後再經過了大量的後製 才有辦法做到那樣子的效果 就像它的portray mode一樣 當它vlog的時候很棒 但是90%的狀況是不vlog的 所以它才需要用這個micro的功能 OK 以上呢 就是我們為大家做出的iPhone 13 Pro的開箱 以及測試 我覺得它的ProMotion Display這個功能呢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在相機這部分上面的進步呢 真的就是可有可無啦 是嗎 我真的覺得那個micro鏡頭很棒 我很喜歡 我敢打賭 一年你不會用到超過十次 不是啊 像我們每次去吃東西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用portray mode 就用那個micro就可以很近了 你知道嗎 以上呢就是我對iPhone 13 Pro做出的評論 那我可以說一下我的評論嗎 如果你的評論跟我一樣的話 你可以講 不一樣 為什麼 下集見啦 為什麼 我一個人在這邊講我有點乾 坐東西一點 好吧 私藏這邊 蛤 如果你是iPhone 11的話 是可以換43 那如果12我覺得就不用換 但是呢 如果要換的話我覺得它很好用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micro 這個照很近的東西的功能 我自己蠻喜歡的 OK